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0年12月21日 星期一 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大选 昨天在直播里 我们还在讨论 川普最终会上演雷霆手段吗 我最终的判断是 不会 果然 就在我们的直播结束后不久 川普就发了一条推文 内容是 戒严是假新闻 只是故意错误的报道 川普的这一句话 我想是很多热血上头的人冷静了下来 因为我昨天在直播里说了几句大实话 当时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抨击 看到了川普的这个回应吧 也算是川普的一个决定 到此我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因为我的判断是对的 咱们举几个媒体的交叉报道 说到美国时间18号晚 在白宫应该是举行了一次会议 会议就涉及到了下边这几个点 第一个 说川普可能会任命鲍威尔来担任特别检察官 总统给他上方保健 让他来全权调查大选舞弊的事 但是 任命特别检察官 这是司法部长的权限 总统你并不具备这个权力 说到第二个点 希望国土安全部来查扣那些有问题的投票机 但是遭到了白宫幕僚长梅杜斯等人的反对 理由是国土安全部没有这个权力 第三个点 据说川普在会议中 他询问了实施戒严的构想 知情人士指出 白宫的律师西伯隆 幕僚长梅杜斯等人是强力反对 这位律师西伯隆向川普表示 宪法没有赋予总统这个权力 说到这三点 你都没有这个权力 我想到此呢 我们就关注里边那个要点 那就是权力 这三个提议 都被认为没有这个权力 下午呢 看了华尔街日报的那个新闻啊 我就抓紧做了一些阅读 我也查了一些资料 下边呢 我就和大家聊聊 如果川普真的想调动军队实施戒严的话 那他能做到吗 他调得动军队吗 军队会服从吗 那位白宫律师西伯隆 他说的对吗 那下面呢 我就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今天的学习成果 美国当地时间12月17号 弗林将军接受了一个采访 当时他讲 总统可以立即下达命令 在全国范围内 夺取这些点票机中的每一台 如果愿意 他还可以在摇摆州内下达命令 动用军事力量 并可以把这些力量部署在这些州 并重新 举行选举 这并非史无前例 有些人呢 在那里谈论戒严 就好像我们从前从来没有做过那样 实际上戒严在美国的历史上已经实施了64次 针对弗林将军在周四的这个说法 周五 美国陆军的秘书长麦卡锡和陆军参谋长 麦康维尔联合做出了一个声明 他们讲 美国军方在确定美国大选决果方面 没有任何的作用 我们完全不参与 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这个上将米利将军在选举日左右的时候 也做出过类似的声明 我们在节目里反复讲 美军是国军 是不为某一个政党服务的 总统那是三军总司令 但他也要按照法定的程序来指挥军队 军队对总统并不是那种 无条件的 说到美国的军人不能干政 这不仅仅有严格的法律规定 而且这种文化已经深入到了 每个美国军人 每个美国的行政官员和老百姓的内心 人们经常看到一年一度在美国的国会 总统要去发表一个国情的咨文 当时讲到热闹精彩处那些国会议员 包括那总统特别请来的那些客人们 大家要站起来热烈的鼓掌喝彩 但是就在总统面前坐着的第一排 坐着的这两拨人 总是不动声策 是从来也不起力 从来也不鼓掌 基本上面无表情 这两拨人 一拨就是九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另一拨就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那些 将军们 那为什么说白宫律师说了说宪法没有赋予总统这种权力呢 那川普如果硬来 我就下令调动军队采取强制措施 就像很多人一直热切期盼的那样 那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在节目里呢也反复讲 如果没有那些世人皆知大伙公认的实锤的证据的话 没有共和党人的权力的支持 没有愤怒的民众在全国排山倒海的那种支持那种气势的话 国家眼看就要乱了就要出大事了 如果不到这种情况下 川普如果命令军队介入到了美国大选的纠纷当中 不但没有任何的将军和士兵会执行他的命令 而且立刻就会被军队向国会和最高法院告发 川普很可能立刻就会失去总统的权力 接受无群无尽的法律官司 除非他获得新任总统的特赦 非常有可能在劳中就度过慢慢的余生了 这就出不来了 这跟绝大多数中国人想象的美国总统权力 大得没边这事是不一样 说到美国总统作为三军的总司令 现在最近的国防部长好像都换成了自己的人 很多朋友一直这么想 那你为何在美国总统政治生涯的关键时刻 你竟然指挥不动军队呢 我查了一下他们说说我的学习结果 美国的先贤当初在设计制度的时候 就非常的提防军人犯上作乱 或者是写武力来干涉政治 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军队只负责对外打仗 不参与 国内政治 虽然呢在地方发生暴乱社会骚乱的时候 总统可以命令军队去评判 但是这个整个的过程要受到严格的 法律的约束 军人不卷入国内的政治纷争 这不但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更发展演变成了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你别说你具体参与 就是军人根据 针对美国的政治发表一些言论的话 现役军人啊 我即使没有调动一兵一卒 我就是评论了几句 你都会立刻受到全社会广泛的抨击 和抵制 涉事的这个军人会面临非常严重的法律后果 历史上经常有著名的将领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 甚至是国防政策等等 立刻你就会遭到解职 名气再大功劳再大也是不行 你像当年的麦克阿瑟 和后来的驻阿富汗的司令 叫麦克里斯特 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被解除了兵权 就是前一阵 当时美国参谋部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 当时在白宫和川普他们一块开完了会 结果就和川普一块步行 去视察就在白宫的不远处 当时被黑明贵那帮人们给焚毁了一个教堂 当时米利上将就跟着去了 结果这个举动就招致了铺天盖地的批评 认为此举涉嫌军人参与了政治 结果在军队内得高望重的这位米利将军事后 公开发布了一个道歉的视频 承认我自己确实犯了一个错误 并表示我永不再犯 这件事新闻是有的 包括在这次的美国大选之前 因为当时川普一直不吐口 当时一些民主党人就担心 川普那你不表态 那你败选之后你会不会就留在白宫 你就不走啊 结果当时有几个民主党人就在选前 置信给这个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 就要求到时候你要保证到时候你要动用军队 来解决大选的争端 结果这位米利将军立刻书面就回应了这些议员 这句话就是 任何可能的选举纷争那都是法院和国会的事 和军队 无关 刚才说到啊针对弗林将军的讲话 陆军的两大上将也做出了同样的表述 米利将军当时的回应 那就是表示军队不干政的法律规定和美国的这种传统 代表了职业军人我绝不干政的一个坚定的立场 这和在中国或者是其他独裁国家的军队完全不是一回事 当然同时他也表达了对美国 现行的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一种信任 那最后既然军人不可自作主张来参与国内的执法行动 那要如果得到总统的授权行不行呢 当然理论上是可以的 在美国的法律上也确实有这样的规定 但是 美国的法律体系 他就是按照不信任任何的官员 包括防止总统滥权来设计 总统要是动用军队来参与国内的执法 这个权力是受到了非常大的限制 总统要是依法动用军队在国内执法行动的话 美国有两不法律 一个是1807年通过的叛乱法 总统在应州长或者州议会的请求时 可以派联邦的军队前去评判 当然后来呢做了一个修订 就赋予了总统在不经过州长的情况下 也可以派联邦军队的这个权力 第2的那就是最近大家一直说的这个1863年通过的终止人身保护令法 赋予了总统终止人身保护令的权力 根据这部法律美国总统同样可以下令要求军人去抓人 这就是很多人联想到的林肯总统当年的那个做法 但是 这两部法律设定了严格的条件来防止出现滥权的现象 规定 只有在美国发生内战或者叛乱的时候 这两部法律才能够被援引 否则就会被判为非法援引 不但这个总统令立刻就会被国会撤销 而且要对总统发起弹劾 追究总统的法律责任 在程序上法律规定 总统要动用军队在国内评判的那个决定 必须要经过国家安全委员会 过半成员的同意 所以大家看了吗我也查到这些资料 这根本就不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的事 这也从根本上就防止了总统个人的滥权行为 动用军队来劫持国家政治的这种可能性 美国到现在已经好几十任总统了 万一里边要出一坏人呢 利用这种情况命令军队直接劫持国家 对不起你要得到安全委员会半数以上的通过 什么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标准的解释是 是指美国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法的规定 他由总统 副总统 国务卿 国防部长 紧急计划局的局长 以及总统指定 并且要经参院同意的 其他行政部 军总部部长和副部长 组成 这里边人是很多的 很多人认为川普可以随时下令进行军管 大家看了这些规定了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思维 你不是一个独裁者 你不是一个像习近平那样我说干嘛就干嘛的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 这在民主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必须要满足足够的 前提条件 美国现在既没有发生内战也没有发生武装叛乱 刚才我讲了啊那个动用这个你要有三个条件 有实锤证据共和党人的支持 同时有全国人都怒了 很多人拿枪都上街了 全国出现了那种大暴乱大动乱的那种可能 那个时候才可以援引这两部法律 可是现在你这两种这几种情况都没有发生 没有内战没有武装叛乱 如果你援引这两部法令下令出动军队的话 你都不具备这个前提条件 在那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你也不会得到通过 包括在美国各地发生那个黑明贵运动的时候 出现这种暴乱的时候 川普呢曾经考虑 用两部这个法律 来派军队去评判 结果就遭到了国防部长 和国会两党议员的强烈的抵制 两党啊包括共和党人 你想到黑明贵到处打打抢 到那个的时候都不能采用这样的法律 那现在美国市面上基本一片平和 川普如果想援引这两部法律 几乎可以肯定军人 会以命令非法为由而拒绝执行 说到在1月12号 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米利将军 在美国的陆军博物馆的开幕式上 当着新代理的国防部长米勒 讲了这么一番话 他当时讲 我们在军队中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不向国王或女王 暴君或独裁者宣誓 我们不向某个人先宣誓 我们不向一个国家一个部落或宗教宣誓 我们只对宪法宣誓 而站在这个博物馆里的每一个士兵 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 海岸警卫队人员 我们每个人都将不计个人的代价来 保卫和捍卫宪法 这番话 当时我想他是故意这么说的 所以说通过上边这么多的资料 我们就可以知道 主观愿望和实际的现实 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 不是你想不想戒严的事 是不能也做不到 这事是不可能的 再评论一下前面新闻的那些烂七八糟的报道 因为那些基本都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这些记者 你当时人也没有在现场 基本的都是东一剧西一剧的一些道听途说 川普本人现在已经明确的表示 戒严是假新闻 而且就在那个会议中的鲍威尔律师 后来也明确讲 在他的推特上今天明确讲 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关于军事政变的讨论 无论是川普还是任何代表他的人 美国总统是一个守法的爱国者 那些传谣的人 包括他身边的人 都是骗子 所以说前面的那些报道很可能就是川普讲的 假新闻 大家如果搞清楚了这里边的那些法律的权利 我想作为川普他们这些人他们是非常清楚里边的这些事 所以说这件事 也只是一些热血的一些一个说法而已 一个激动的一个 一个说法而已 我想作为川普 作为他们这些行政者这些当权者这些懂法律的人 他不是不会 真的是走到这一步 下边的我们就说说川普下一步他们会怎么做 一句话 还是要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 川普还是想通过打官司 来扳回最终的局面 主要是两个方面 首先的是在最高法院 首先川普的竞选团队 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个复审的申请令 要求最高法院改判宾州最高法院的三个判决 这三个判决等于在这次的大选之前和之后 非法改变了宾州的邮寄选票法 这里边的原告从原来的德州这个变了 变成了主要大选的主要当事人 那就是川普自己 告的就是宾州的州务卿 法律的依据呢依据的就是宪法的第二条 这次告的那个写状子的这个纸笔的 是费城的一位律师 以及还有一位宪法的大教授 另外呢 朱利安尼讲 川普呢在最高法院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获取 关键摇摆州的投票机的数据 拿到这个证据以证明川普获胜 他们新的策略将把大量的精力集中在 我们掌握的一些有关这些点票机的证据上 这些证据可能通过在一两天的审核内 把它分离出来 他们还在做这方面的 持续的努力 这是在法院 另一个方面呢那就是1月6号的那个议会斗争 众院的已经有了一位众议员布鲁克斯 带头对这次的大选结果发出了挑战 挑战这次的大选结果 但是呢他需要一个参院的参议员 因为这是一个众参两院的联席会议 最后呢要进行一个大的辩论 最后呢要予以确认和做出最终的表决 结果就在刚刚不久川普呢做了一个表示 说他已经和阿拉巴马州当选的共和党参议员汤米 特伯维尔已经谈过了话 这位特伯维尔表示 当下个月众参两院开联席会议 正式确认大选结果的时候 他会站出来对选举人票进行挑战 联手那位布鲁克斯我要站出来挑战这个结果 现在目前已经有6位参议员表示 他们都有意愿来参与 此项挑战 一个就够 如果汤米你不来剩下的我们就接着来 所以说呢昨天在直播里我们分析过 尽管在这两个大的方面川普的盛面很小 但川普还是要继续把这条路走下去 因为不走到底谁也不知道最后的结局到底是什么 对此呢我是坚决支持川普总统 我支持他还是要走制度框架法律框架内的道路 现在时间还有 我们说的主要是这两大方面 其实一直还有一条引线 那就是非常有可能在这几天内有一个爆炸性的事件出现 如果在1月6号之前川普的时来转运运气好的话 真能有一个爆炸性的事件出现 那一切都会被翻转 所以说最后就让我们和川普一起 我们一道来走完这个最后的路程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所有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